儿童节即将到来,凤林镇公所举办优秀儿童表扬 即兆丰农场奖助学金的发放典礼 那么校镇长也感谢新光兆丰农场回馈乡里一行 并表示兆丰奖学基金是预计明年会停办 不过镇公所也将会自行的编列预算来鼓励学子 镇长夏万龙表示感谢新光兆丰农场提供奖学金给凤林学子 不仅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能够鼓励奉林学子能够奋发向上再创鼎盛文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与观光产业萎缪缩 新光兆丰农场营收大减 明年度新光兆丰农场提供的奖学金可能停止 如果明年度奖学金发放有问题 镇公所也将会自行编列预算鼓励奉林学子 首先向大家恭喜 今天来到我们镇公所这里 与奖学金的表扬大会都是我们优秀的儿童 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 大学的学生的家长来代理他的孩子 还有孙子来领这个奖学金 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赵翁公司 长期以来对我们奉林胜的儿童 他的奖学金的金费不遗余虑 但是听说我听科长讲明年脸像说没有了 没有关系啦 没有的话我们明年镇公所自己编金费 照常一样来鼓励各位小朋友 那我们还是要跟赵翁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 感谢他们长期对我们奉林的照顾 最近因为武汉疫情以及观光事业公司 真的营运也很困难 我们还是要感谢他 那明年我想跟我们科长讲 我们这几天一帅 萧镇长强调饮水思源 期许当选各校优秀儿童 校型楷模与领导奖学金的同学们 记得将来回馈社会 让良善的美德继续下去造福乡里 镇长萧文龙也一一帮当选各校优秀儿童的同学们 披挂彩带颁发奖状与奖学金 同时邀请新光照风农场课长王世宗 足以颁证新光照风奖学金 给1080位受奖的国小国中 高中大专的受奖者 一事简单隆重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